妹妹很快就出事了 她那双善舞的小手 倾客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 再也不能攻着上身 翘着小脚尖 向金珠玛米献哈达了 那时候正是农闲 学校里也放了寒假 而我的父母 整天都奋战在村北的盐检地 那块盐检地 有一半泡在浅水里 露出水面的地方 用不了几天 就会晒出一层雪白的粉 除了蒲尾 什么都不长 但村子里给土地下了死命令 要稻米 不要蒲尾 具体的做法很简单 用土地埋葬土地 挖地三尺 再挖地三尺 填上三尺 再填上三尺 这样一来 上三尺的泥土 和下三尺的泥土 就彻底掉了个个儿 工地上真是壮观 邻村的劳历们全都借来了 兰卡基的身影 在天与地之间浩浩荡荡 鱼宫移山 蚂蚁搬家 红旗慢舞 耗生绵延 高音喇叭里的雄心壮志 更是直冲天涯 那个冬季 我的父母一定累散了 有一天晚上 父亲去蹲厕所 他居然蹲在那里睡着了 后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 他在翻身的时候 养到厕所里去了 父母不在的日子 我当然在外面撒野 可是妹妹小青步 她成天待在铁匠铺子里头 看那些铁匠 为工地上断打铁锹 对于妹妹来说 铺子里的一切 真是太美好了 那些乌黑的铁块 被烧成了橙红色 明亮而又剔透 仿佛铁块是一只透明的容器 里面住满了神秘的枝叶 而铁锤击打在上面的时候 更迷人了 伴随着噔的一声 艳丽的铁械 就像菊花那样绽放开来 开了一屋子 而说没有就没有了 铺子里充满了月耳的金属声 那些铁块 在月耳的金属声中 延展开来 变成了人所渴望的形状 我猜想 妹妹一定是被铁块里的 神秘枝叶迷惑了 后来的事态 证明了这一点 她趁铁匠把刚出炉的铁块 放在铁针上 离去的时候 走上去 伸出了她的小手 小青想把心爱的铁块 捧在自己的手上 妹妹小青 等待这个时刻 一定等了很久了 妹妹没有尖叫 事实上 妹妹几乎在 捧起铁块的同时 就已晕倒了 她那双小手 顿时就改变了模样 妹妹的手上 没有鲜血淋漓 相反 伤口刚一出现 就好像结了一层 白色的家 妹妹是在父亲的怀里 醒过来的 刚一醒来 父亲把妹妹放下了 父亲走到门口 从门后 拿起了母亲的倒一棒 父亲对着我的屁股 吓起了毒手 要不是母亲回来 我也许会死在父亲的棒下 父亲当时的心情 是我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 才体会到的 那一次 我骑自行车 带着女儿去夫子庙 走到三山街的时候 女儿的左脚 夹在了车轮里 擦掉了指甲 大小的一块皮 我在无限心疼之中 居然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就在抽嘴巴的刹那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愣在了大街上 女儿拉住我的手 问我为什么这样 我能说什么 我还能说什么 妹妹的手废了 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姑娘 从此便把她的小手 放在了口袋里 而妹妹也就更沉默了 手成了妹妹的禁忌 她把这种禁忌 放在了上衣的口袋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但妹妹的幻想 一刻也没有停息过 一到过年 妹妹就问母亲 我的手明年会好吗 母亲说 会的 你的手明年一定会好 妹妹记住了这个承诺 春节过后 妹妹用365天的时间 盼来了第二年的除夕 除夕之夜的年夜饭前 妹妹把她的双手 摁在桌面上 突然说 我的手明年会好的吧 母亲没有说不 却再也没有许愿 她的沉默 在除夕之夜 显得如此残酷 而父亲更是 第二年 如愿的是 村北严谨地理的蒲尾 开春之后 那些青青的麦苗 一波一波 全死光了 取而代之的 还是蒲尾 这一年的蒲尾 长得真是疯狂 清明过后 那块盐碱地 重又泡进了水里 而蒲尾们 不像是从水里 钻出来的 他们从天而降 茂密 丰饶 油亮 像精心培育的一样 盛夏来临的时候 那些蒲尾 已经彻底长成了 狭窄的叶片 柔韧而又修长 一支一支的 一条一条的 停停玉立 再停停玉立 一阵哪怕是 不经意的风 也能把他们 齐刷刷地 吹侧过去 然而 风一止 那些叶片 就会依靠最出色的韧性 迅速的反弹回来 称得上 汹涌澎湃 大片大片的蒲尾 不买人们的账 他们在盐碱地里 物资长出了 一个独立的世界 一个血运 旺盛的世界 盐碱地 就是这样一种地方 世界是稻米的 也是蒲尾的 但归根结底 还是蒲尾的 但我们喜欢蒲尾 尤其是雄性蒲尾的 褐色花蕊 我们把它们 称作蒲棒 在蒲尾枯萎的日子里 我们用弹弓 瞄准它们 蒲棒被击中的一刹那 便会无声息地 炸开一团雪白 雪白的蒲蓉 四处飞进 在悠悠地分扬 我们喜欢这个游戏 大人们不喜欢 原因很简单 蒲蓉填不饱肚子 纷飞的雪蓉 绝对是稻米与麦子的 最后葬礼 在冬季来临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一个 大风的日子 我们手持蒲棒 十几个人并排 站立在水泥桥上 大风在我们的耳后 呼呼向前 我们用手里的蒲棒 敲击桥的水泥栏杆 风把雪蓉送上了天空 我们用力地敲 反正蒲棒是用之不洁的 满天都是疯狂的飞絮 毛茸茸的遮天蔽日 我不知道妹妹那时候在什么地方 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 然而从后来的事情上来看 妹妹小青一定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偷看我们的游戏 妹妹喜欢这个游戏 但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 元旦那天 妹妹小青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风 妹妹一个人站上水泥桥 把家里的日历拿在了手上 那本日历是母亲两天前 刚刚挂到李铁梅和李奶奶的面前的 妹妹在大风中撕开了元旦这个鲜红的日子 并用残缺的手指把它丢在了风里 然后是黑色的二号 黑色的三号 黑色的四号 黑色的五号 黑色的六号 妹妹把所有黑色的与红色的日子 全都撕下来 日子们白花花的 一片一片的 在冬天的风里 沿着河面向前飘飞 她们生腾 翻卷 一点一点的挣扎 最后坠落在水面 随波浪远去 许多人都看到了妹妹的举动 她们同时看到了河面上流淌并跌宕着的日子 人们不说话 我相信许多人都从眼前的景象里 看到了妹妹的不祥征兆 我们也看到了个月的日子 在冬天上流淌并跌室的身体 在冬天上流淌并跌室的既渡